清朝灭亡以后那些漂亮的格格都嫁给了谁 他们又活得怎样呢 是穷困潦倒啊还是继续保持着富贵 其实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如今有很多的明星都是皇室子孙 清朝灭亡以后 大部分的皇室子戏日子都过得还不错 毕竟呢有民国政府的支持 但是呢像一些血缘比较远的这些所谓的格格们 他们的苦日子就开始了 在封建社会呢即使女子的地位比较低下 但若生活在皇室 他们的身份则会尊贵起来 然而呢清朝都已经灭亡了 连那些王公贵宙自身都难保 更不会管这些格格的死活 而且即使是在和平的年代 清朝的格格都是政治的牺牲品 比如说让格格远嫁 到外蒙去和亲等等 其实清朝灭亡以后 清朝皇室的后裔大多呀都是隐姓埋名的 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 大部分的清朝漂亮的格格 后来都嫁给了普通人家 他们的后代很多都成为了明星 比如纳英 佟大为 吴京 关晓彤等等 纳英和吴京啊都是叶和纳拉氏 瓜尔家氏啊自古就容易出美女 比如关晓彤和关之林 都是瓜尔家氏 著名的钢亲家朗朗 他的主上呢是纽乎鲁士 这些人呢都是清朝皇室的子孙后代 但很少有人提起这些 清朝皇室的后人如今并没有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噱头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大明星 比如依靠自己实力 且敬业的吴京 因秦迹征服人们的朗朗 他们都是值得学习的对象 如今呢已是人人平等的年代 所谓的皇室后裔的头衔早已经成为了历史 想必他们也早早了解 所以他们选择充实自己 使自己靠实力在社会当中拼搏成名 成为大明星 让人们众所周知 您觉得呢